奴朝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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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民帝皇宫 主义学观 这几别多放松 预备着奋斗的先锋 大高血路因到被雅破命中 起着手 向前行 路不远 莫要尽 心爱今生 祈祈序勇手 他人不孝今生 他人不孝今生 各位贵宾 各位现场的抗战老兵 老伯伯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适逢七七抗战八十周年 由于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借着各种的手段来隔绝 国人对中华文化以及中国历史的认识与情感 更不愿意办理七七抗战的相关纪念活动 因此宋旭康先生 一个人自己出钱出力 结合各界人士 举办了今天的纪念大会 希望借今天大会 能够唤起全国的同胞 重新认识中华民国抗战历史的真相 并仿效先烈救国救民的精神 继续为1911年 由国父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华民国奋斗 大会即将开始 请大家尽速就座 谢谢 七七抗战八十周年 纪念大会开始 请起立 全体肃立 大会主席请就位 请武士文部长就位 唱国歌曲 唱国歌曲 重新制ês斗 咯 register 声音乐 高等 和喂 口音乐 那 noon 你始终 世心 世华 你始终 亦终 你始终 亦终 亦终 世华 你始终 亦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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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行抗日战争训国将士及受难同胞追悼仪式 献花 请现场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兵代表以及贵宾 将你们手中的菊花也献给迅国将士 献完花 请回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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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哀 谢谢 默哀碧 向抗日战争训国将士及受难同胞英灵行三鞠躬礼 请脱帽 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请坐下大会主席致辞 各位先进 各位朋友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是掀开抗日战争八十周年 松涛社宋旭康先生跟他的朋友 大家邀请了中央军校校友总会等等 一共有十一个单位社团 一起来举办抗日战争训国 将士及受难同胞的追悼仪师 向抗战老兵致敬 还有陈天先生 他剪辑了一个 卢沟桥事变八十周年特级的电影首影会 还有就是举办救国与勋国的文物展览等等 一系列的活动 希望借着这个机会 来唤起我们社会大众 尤其是青年朋友们 对抗日战争的认识 对年长者来说 虽然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 但是是我们永远难以忘怀的 我们在民间团体自动自发 合理来举办这一系列的活动 纵使没有办法得到政府有关机关的奥援 各个团体他们自动的解囊 来致应有关的开支 他们不为民不为利 只是感念到抗日战争 对我们中华民族的重大影响 希望借着这个活动 对中华民国略进一份崇敬的心意 尤其是难能可贵 民国26年7月7日 日本在我国的驻臣军 在河北晚屏城举行军事演习 借着十中士兵一名 要求进入晚屏城来搜查 到了我们守城的第二十九军拒绝 日本士兵就向守军开枪 并且进攻卢沟桥 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第二天早上的五点钟 日军还向守军向晚屏城炮轰 因而掀开了我们对日抗战的序幕 7月17号 国民政府蒋委员长 在江西庐山发表宣言 宣誓对日本的侵略的决心 我们的抗日战争就因此全面爆发 在日本军队侵华的时候 他也同时揮军南洋 他要企图从南洋进入澳洲到纽西兰 他另外又秘密地编成了联合两栖特遣部队 偷袭珍珠港 造成了美国重大的损失 也因此即发起了 英美两国对抗日本的决心 对日抗战整整八年 这个战争攸关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 我们全国的军民同胞 在蒋委员长的决心领导之下 人不分男女老幼 地不分南北东西 大家集中意志力量集中意志集中 不惜牺牲奋战到底 在抗战初期的四年 我们国军以烈士的军力 对抗日军强大的武力 一直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 美国英国才决心与日本对抗 后来我们中美加入了 英国组成的反发西斯同盟 成为同盟国议员 由于我们国军英勇作战 获得了英美的亲辈 主动宣布废除以往所定的 不平等条约 而且中美英苏四国 也被称为四个巨头 到1945年终于迫使日本 无条件投降 中华民国不仅是成为了 联合国的双使国 而且出任常任理事 为世界和平尽力 这段历史 对中华民族来讲 影响是非常非常的深远的 日本敷衍很小 他因此啊 早就存有对外扩张领土的野心 我们翻开历史看 在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 也就是我们的隋唐盛世 在两百多年之间 日本曾经先后派遣了十多批的浅水使跟浅唐使 到长安来研究中华文化 律令 典章跟制度 拿回去仿造建立了日本的政治体制 推动他们社会的发展 到今天我们在日本大阪 京都这些地方 还可以看到 有很多很多我们隋唐时期的建筑物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 日本的幕府时代终结以后 明治维新 他积极地推动西化改革 组建了正式的军队 成为日本一个很重要的转类点 也因而更加强化了他对外扩张的野心 他在病吞琉球之后 在西元1874年 借了牡丹江事件 派兵登陆台湾 被原住民所困 无功而返 但是我们清朝的官员认为 那是化外之民 所以对日本的侵害部队 我们还给了他 抚恤的赔偿 前几天 我们的柯P在上海双城论坛 他还提到 他说我妈妈讲的 江五战争当初是中国大陆 把台湾踢出来的 我觉得大家听到这句话 心里一定有不同的感受 这明明是道因为果的说法 日本对占据台湾早就有了野心 所以在甲午战争 清朝打败以后 阁让了台湾澎湖 还有巨额的赔款 后来日俄交战 我们东北的土地跟人民 受到了无辜的蹂躏 民国三年 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 二十一条的蜜月 希望夺取了 在我们土地上更大的利益 还有对我们政府的控制权 在他形成了一个大军压紧的情势之下 逼迫袁世凯在五月九日要签署这份密约 但是因为我们全国同胞的愤怒 采取了各种手段 采取了各种手段 释持反对 要鉴学我们的国耻 没有让他得逞 援士凯后来 后来也下令全国学校 以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 民国二十年 民国二十年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 出兵占据东北 扶植了维满洲国的成立 当年由于中日两国的国力相差 实在太远 我们为了求得民族的生存 国民政府只好忍辱负重 以至到受一般人误解 认为为日拒不抗日 这段故事 这段史实 我们大家应该深切地了解 尤其不能忘记 我们更有责任 让我们年轻的一代 来明聊 这就是这次松涛社 跟所有十一个社团 举办这一系列活动的 重要的意义 谢谢各位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武士文部长 部长请回坐 贵宾致辞 首先请前驻美大使沈旅巡大使致辞 谢谢 武部长宋先生 各位抗战的前辈 各位先烈的子女 各位朋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 也是个很特别的场合 为什么呢 中华民国106年 七七事变是中华民国近代史上 一个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居然中华民国政府今天没有纪念的活动 而我们要我们自己来办 所以我们要谢谢主办单位 今天给我们这个场合 我们办这样子一个好的活动 我们更要谢谢的今天在座的抗战的前辈们 还有我们先烈子女 你们的父兄们 没有你们的牺牲奋斗 抗战不会胜利 没有你们的牺牲奋斗 台湾也不会光复 但我们今天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在这个场合 对你们表示我们最深的感谢 而且我们要把历史的事实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我今天希望各位给我一点时间 我觉得我们把历史的真相 中华民国政府领导抗战的历史真相 中间有关的三种不同的意见 我们要跟他争话语权 我们要把他排除 第一种不同的意见 就是大陆方面讲的 抗战是共产党领导打的 这一点我觉得很奇怪 共产党那个时候 新四军和八路军才有多少部队 大概最高时期他们不过二十万人 国军有多少部队 国军加起来有八百多万 包括地方团队 国军牺牲了两百多个将领 共军牺牲了一个将领 所以这个东西不用讲了 现在大陆还有一个新的讲法 说抗战不是从七七开始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 也可以 九一八事变我们算算看 我必须给各位一个观念 抗战也不只是军人的事情 当年蒋委员长 地不分东西南北 人不分南与老幼 还有一种人 抗战贡献很大是什么 对不起我做外交官做了35年 我必须替我们的前辈讲话 外交官抗战做了很大的贡献 刚才五部长讲 九一八事变以后 中华民国的军队 虽然没办法东北收复 但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做了什么 大家记得吗 我们到国际联盟 就是今天的联合国去申诉 国际联盟派了李顿调查团 到东北去调查 李顿调查团花了十个月 写了一个报告有十四万字 中间讲什么 中间讲今天 满洲国的成立是日本侵略的结果 大家不要承认他 这个日本要日本撤军 这个日本的自卫 日本说他成立满洲国是自卫 这个国际联盟拒绝他这个说法 然后这个报告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 在国际联盟要拿大会通过 各位知道是多少票通过吗 各位 我们今天是不是有贵宾来 我们欢迎洪主席 主席请就座 主席请就座 你在我讲的最精彩的地方的时候来了 谢谢你 我刚才讲李顿调查团的报告 里面讲日本是侵略 里面讲大家不要承认满洲国 这是中华民国外交官的贡献 而叫日本撤军 这个报告在国际联盟里投票 要通过是不是通过这个报告 各位知道票数是多少吗 那时候国际联盟有43个会员国 投票的结果是41比1比1 什么意思就是41票全票通过 中间一票反对是日本 一票弃权是宣罗 这是泰国 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 也可以做到全票通过 你说我们的外交前辈 是不是很了不起 好了我们李顿调查团的报告通过 虽然后来日本他不接受的报告 日本做什么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两年前 当我们这个纪念抗战胜利70年的时候 日本安倍首相发表一篇演讲 说日本走上不归路 走向太平洋战争 它的转捩点就是退出国际联盟 所以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官 使日本产生那个转捩点 中华民国外交官发生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这我们外交的前辈的贡献 我想我们大家都要记得心理 然后请问各位 中共那时候有没有外交官 中共那时候还没在延安 他在江西苏区 连外交部都没有 所以他今天可以讲抗战918开始 但是还是国民政府的外交官 做的努力 把李顿调查团报告全票通过 我之前必须讲一个 台湾台南沿水人的外交官 他叫做黄朝勤 各位不晓得 他在抗战开始之后 放在我们住 他当年在美国留学 留学以后 不愿意回到台湾 做殖民地的臣民 他回到祖国大陆 在抗战开始的时候 做我们住旧金山的总领事 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那时候旧金山有一条 汉奸公司买的船 二手的船 要登记中华民国的船集 总领事要负责这些事情 他发觉这条船有问题 为什么船上有两千吨的废铁 要运到横滨做枪炮打中国 他就扣着船集证书不发 然后这个船东就很久不发 船东就到法院去告 告的时候他就说我发船集证书 但是船集证书我发了以后 我征用这条船 中华民国在抗战 抗战的时候政府可以征用船破 所以政府征用船破以后 这条船变公船 美国法院没有管辖权 他这个理论他经验国际法 这个理论居然被美国法院接受 而这条船后来就变成 我们的公船不准动 黄朝琴后来船东只好放弃掉 黄朝琴先生把他拍卖 然后把这个钱汇回重庆外交部 建议我们外交部员工出社 黄朝琴先生是台湾严选人 后来环环光复来台北 做台北市第一任市长 做过台湾省议会议长 创立了第一银行一个国民饭店 这样子的外交官才是我们崇拜的偶像 这样子的外交官 还是我们今天抗日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 还有一个台湾人的外交官 我希望我们今天 不会有人去记得他 也不会有人要去把他当偶像 就是满洲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 叫做谢介石 很好玩 他的名字就是蒋介石那个介石 他是台湾新竹人 当年他回到台湾来 在日据之下 大家还说他依景荣归 但是他造成的一个典范 不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所以我现在要讲 第二种人的这个意见 我们要跟他争话语权 就是今天台湾有些人 台湾今天很自由民主的社会 他不认同我们抗战这个 这个优良的传统 他认同日本的殖民统治 我现在必须跟各位报告 你要认同日本殖民统治 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把认同日本殖民统治 扩大的话 放在一个国际的场域里 那你就很麻烦了 为什么 那你是不是也就是说 你认同日本的军国主义 你是不是也认同日本 偷袭珍珠港 你是不是也认同日本 侵略菲律宾 我跟各位报告 这个珍珠港事变以后六个小时 日本军队侵略美国在亚洲 另一块领土就是菲律宾 这些日本军队是哪里来的 是从高雄出台南 从台湾来的 日本的台湾军是侵略菲律宾的部队 中间的司令官叫本坚雅琴 非常残酷 造成巴丹岛死亡型军 美国战俘一万多人被他虐待致死 本坚雅琴后来战后 受军事审判判死刑 本坚雅琴还有什么暴行 日本军队打击马尼拉 把中华民国总领馆的官员 从总领事到随喜领事 全部枪毙掉 总领事叫做杨光生 是我们当年非常优秀的外交官 杨光生的太太宜双 后来嫁给我们外交界的元老 是顾维军 这个顾维军夫人什么时候过世 上个月在纽约113岁过世 他出了个回忆录各位可以看看 所以这么多的抗战历史 你如果要认同日本的殖民统治 你就可能是认同日本的军国主义 但你就跟今天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格格不入 因为我们跟美国关系为什么这么好 因为我们从抗战开始 从飞虎队 从蒋夫人访美 从陈纳德 从一系列下来 日本那一套 跟美国人今天 你要讲偷袭珍珠港 你要认同这些 但今天就是跟今天的台美关系作对 还有第三种 我们要能够把这种意见 也要跟他争话语权是什么 是国际上的认识 国际上常常以为 那个时候中华民国抗战不力 没有把日本军队赶出中国本土 当然他们是大概跟苏联比较 因为苏联最后是把德军一路赶回德国 然后占领柏林 但是中华民国军队做了多大的贡献 各位知道吗 现在渐渐有这种声音出来 尤金大学有一个教授叫Rota Miller 他的书就是写一个被遗忘的盟友 他是中华民国抗战的努力 使日本这个持制跟这个托住日本牵制住 100万在华的日军 如果这100万在华日军 把它放到南洋的战场上 会造成美军跟英军多少的死伤 然后我们今天查一下日本的伤亡 日本整个在二次大战 日军的伤亡一共是185万 在中国战场的伤亡是差不多40万人 就是我们造成日本大概22%的军人的伤亡 你们还可以讲说中华民国的抗战 没有对日本造成重大的影响 没有对盟国有贡献吗 这种话可以讲得出来吗 还有一个中华民国重大的贡献 就是当年蒋委员长去印度 调解英国跟甘地之间的纠纷 各位晓得当年蒋委员长军书旁武 1942年2月抗战高潮的时候 到印度访问 你们知道他在印度待了多少天吗 也许你们说三天五天 因为中国在打仗啊 跟各位报告 他1942年2月4号访印度 到21号才结束 访问了18天 他为什么访问18天 他调解甘地 那时候是印度的民间领袖 跟英国之间的关系 印度那时候有一派人 是主张政治的机会 要把英国的势力赶走 要跟日本结合 这一派的领导人 他的中文名字叫鲍斯 他已经成立流亡政府 自己也组织了军队 所以要不是蒋委员长那时候 阻止这种运动 跟甘地讲好 说你要跟英国人合作 你要独立 这个战争结束以后 我帮助你独立 要不然可能二战的结果 是德国跟日本在印度会师 所以我们抗战 二次大战的整个的历史 也许都将重写 这就是中华民国 对二战非常重大的贡献 而蒋委员长那时候 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然后很好玩的就是说 这个鲍斯就是印度的 亲日的领袖 后来死在哪里呢 这个日本投降后三天 他从东南亚某地 经过台湾到日本 投奔日本 飞机在松山机场失事 他死在松山机场 世界就这么小 我们今天把近代史 拿出来研究一下 我们想想中华民国的抗战 大大小小有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你们晓得我在英国的时候 丘吉尔的孙语 我们请他来 他去金瓜石看了 英国那个战俘营 他感动的掉眼泪 他说我的祖父就是丘吉尔 如果还在的话 看到一个遥远的东方的岛 你们对英国的战俘 这么重视 而日本人那时候 对英国的战俘 多么的残暴 各位知道吗 4500名英国战俘 回去的4000人都不到 日本人那时候 把他们的金瓜石挖金矿 石地挖煤矿 死了500多人 香港的总督 向日军投降的 你们知道日本人 把他关在哪里吗 关在花莲域里 后来把他送到东北去 所以我说 你今天要认同 日本殖民统治 你今天不认同 我们抗战的优良传统 你要认同日本殖民统治 你是不是就认同 这些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 你是不是今天 让我们跟美国跟英国的关系 会产生问题 还有我们话再讲回来 我们今天在国际上 我们要争取 国际对中华民国抗战的认同 跟了解 我个人在华府的时候 两年前 2015年 抗战胜利70年 在华府 美国跟14个盟邦 一起举行一个典礼 在华盛顿二战纪念碑 献花典礼 然后中间有中国 当然因为他已经承认中共了 所以他邀请中共的大使 但是我们跟美国的老兵团体 关系很好 跟美国政府关系也不错 所以我以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的 代表身份 也去参加献花 这很特别的 其他都是国家代表 我是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但是我所得到的待遇完全一样 我也有陆战队的礼宾 花圈是美国政府统一制作 我也有美国陆战队礼宾 帮我拿花圈 美国穿二战时代的军服的军官 跟老兵陪我一起献花 但那天唯一一个我们做不到的是什么 因为它是美国政府举办的 共同举办的典礼 我们没有邦交 其他国家的花圈上都可以有国旗 我们的花圈上没办法有国旗 但是我跟美国人讲 我说我不希望我们抗战 我们死伤322万军人 我说我们每一位中华民国的官兵 他的钢盔上 他的帽子上 都有我们青天白日的国徽吧 你至少让我用国徽吧 可不可以 这句话 我觉得我说服了美方 我那时候用英文讲 我说 你要让我们这些阵王的将士 他们找不到他们牺牲的国旗 你们何其人心 所以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国徽 所有国家这个花圈上都有两个国旗 我们用国徽 中共起先不晓得 那天早上 他的外交官 他的大使来了 看了大为惊讶 第一个发觉我在场 我也可以献花 第二个发觉 我们的花圈上 有我们青天白日的国徽 他简直要疯掉 七八个外交官在这跑来跑去交涉 当然没有办法改变 他的大使坐在外面车上等 后来没有进来 结果那么大的典礼 他缺席而我在场 我代表 各位 我代表 不只是民国三十八年以后的台湾 我代表民国三十八年以后的全中国 而也不是我代表 是你们抗战的前辈 给我们这个荣誉 然后那天 典礼完了以后 有一个侨胞跑来跟我讲 他说这个做得真好 他说他没想到 一个巴掌大的国徽 挡掉一个 靠称十三亿人的代表 我的老先生 你讲得真对 我说我还没告诉你 那个巴掌大的国徽 也不是金子座的 也不是银子座的 那只是电脑打印用纸简 各位 一个巴掌大的国徽 一个纸座的国徽 可以挡掉一个十三亿人的代表 可以为我们抗战 两千三百万死伤的军民将士伸冤 你说我们的国徽是不是很伟大 你说我们看在前辈 贡献是不是很大 今天谢谢你们邀请我 让我们一起在我们的国旗 在我们的国会下 我们共同努力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沈大使 接下来我们请丁守中委员致辞 我们五部长 我们汪将军 我们金上将 还有我们洪主席 我们沈大使 各位在场 各位长辈 各位贵宾 那么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荣幸 能够在我们七七抗战 八十周年的时候 来向我们在座许多的长辈 尤其参加抗战的英雄们致敬 同时我觉得我对这个议题 也感受非常的深刻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三十多年前 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写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 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 就是1931年到1937年 国民政府对日的外交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从918事变到128松户战役 再到唐姑事件 再到河北事件 再到我们七七事变 一路来 日本怎么样的金吞蚕食 日本的抗战 在我们抗战的过程中 对于我们的欺凌 我们是感受非常非常的深刻 所以在今天 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七七抗战 八十周年 我们浴血的奋战 我们牺牲了两千多万的 这个军民的伤亡 才唤起了抗战的胜利 才有台湾今天的光复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 过着自由安乐 多元民主幸福的生活 我们真的要像我们抗战的前辈 所有阵亡的将士 先烈们表示最诚实的敬意 跟谢意 但是我们今天感受 也非常的深 我们发现民进党政府执政以后 他去中国化 在目前新修的 我们这个历史的课纲里面 不谈中华民国 不谈辛亥革命 不谈八年抗战 我们看到清朝龚智珍这个儒学家 他讲说欲亡其族宣亡其死 这个欲亡其国想亡其死 这就是想去中国化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非常非常的我们要戒慎恐惧 这种去中国化的这种做法 只是埋下更多两岸冲突的这个因子 只会让我们两岸之间更对立 让我们的经济更弱化 让我们的社会更撕裂 让我们在国际间更边缘化 所以说我们要翻转台湾目前这样的情形 我们一定要从翻转台北开始 所以我们说我们2018一定要重新拿回台北 2020一定要拿回我们青天白日的政权 让我们蓝天再现 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丁守中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新党代表 林明镇副主任委员致辞 董主席 沈大使 吴部长 各位前辈 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受宋旭康先生的邀请 参加这次七七抗战八十周年的纪念 七七抗战已经八十周年了 七七抗战最后抗战的胜利 台湾光复了 但是八十多年后的今天 我要问台湾真的光复了吗 挂着中华民国总统头衔的那个人 在七七抗战八十周年的那一天 他没有谈论七七抗战 他讲的是九州暴雨成灾 九州在哪 在日本 我就不懂 他到底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还是日本在台湾的总都 这已经不是蔡英文第一次帮日本人说话 在两年前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时候 他在脸书上谈的是什么呢 他谈慰安妇 可是他讲什么 他说所谓的慰安妇啊 不是什么东西啊 他只是指说全世界所有对 在战争上对女性的暴行 而且他说这是联合国所说的 这是公然的撒谎 联合国的报告里面清清楚楚的指明 所谓慰安妇 comfort woman 他指的是日本人在二战期间 在他的殖民地 在他的占领地 强征诱拐欺骗妇女 从事日军性奴隶的行为 而我们今天在当这个中华民国总统的蔡英文 居然有脸在这边帮日本人擦脂抹粉 所以我今天来跟大家报告的是 今天在台湾不是什么去中国化而已了 不是什么多元不是什么本土 今天在台湾进行的是一场新的皇民化教育 他是要把所有的下一代台湾人 重新变成日本的皇民 重新让日本回到他在台湾的殖民时代 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要注意的 台独分子常常讲说抗战跟 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 这个是你们大陆上的事情 中国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错了 如果没有抗战胜利 就没有台湾的光复 今天台湾人还在当日本的次殖民地做次等人 更重要的是 有许许多多的台湾人 事实上投身到了抗战的战场 在浙江金华有李友邦 到远征军有林正亨 还有一位台南的吴思汉 他一路从日本到朝鲜 一路想要回到祖国大陆 当他走到压绿江边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他对着远方的山河大喊 他说 祖国啊 请你看我一眼吧 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 他一路最后到了重庆去参加抗战 这些人你们过去可能不常听过 因为他们几位后来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最后在白色恐怖时期 倒在了马场丁的刑场上 但是这也告诉我们什么 在日据时代 台湾人的祖国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抗战对当时的台湾人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我们今天大家身处在这个岛屿 面对新一轮的抗日战争 我们该怎么做 有些人说课纲被改了 教科书被改了 我们的下一代要被毒化了 那我可以告诉你 日据时代的台湾人他们怎么做 他们成立师舍 他们成立各式各样的类似补习班私俗 教导台湾的青年什么是国语 今天同样我们也可以 告诉我们自己的下一代 中国的历史是什么 中国文化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先人在这块土地上打拼 我的祖先清朝的时代就来了 而很多的后代 虽然有一些人的后代是1949年来 但他们也为台湾的建设有所付出 有所贡献 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是身为中国人 中国人就在这块土地上扎根立足 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分离主义者 所有的皇民 汉奸 倭奴 台湾这块岛屿 我们中国人寸土不让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林明正主席主任委员的致辞 接下来我们要举行向抗战老兵致敬的仪式 举行向抗战老兵致敬仪式 我们要致政七七抗战纪念状给现场参加的老兵代表 请中国国民党洪秀柱主席来代表致政 首先第一位请陶士军伯伯上台 陶伯伯今年99岁 他是河南人 在抗战的时候 他是31集团军第13军少校政工队长 他承认河北省陈德县的县长 来台以后担任过南港区区长 连续26年返乡驻学 累积为家乡河南省平鼎山小学捐款超过200多万 我们请陶士军陶伯伯接受纪念状 学路因导 Corinthians 科莴通寺 聂守 快乐不销进身 快乐不销进身 flowers 基地续有无所 cera 咱还不销进身 咱还不销进身 快乐不销进身 咱还不销进身 咱还不销进身 好 好 陶伯伯请就座 好就座 接下来第二位 我们请陶企 廖企迪老伯伯 廖企迪老伯伯上台 廖企迪老伯伯 你别跟我讲 你别跑 廖伯伯今年94岁 他是湖南岳阳人 抗战的时候 他是青年军两栋八师 六两三团的少尉军官 抗战的时候 他是参与抗战的文宣作业 民国33年响应青年军号召入伍 民国37年参加过国共塔山战役 以连长支持 富商奋战 获得了国军英雄 廖伯伯请就座 荣非伯伯请就座 白北 第三位我们请马增福斑斑 马斑斑 他曾追随抗日名将张志忠将军 参加过隋藻会战或甘臣奖章 并参加长沙会战 长德会战等等战役 我们请马伯伯上台领奖 马伯伯请就座 接下来我们要请邓贤欢将军上台 邓将军是江西高安人 邓将军今天没有来 我们接下来请吴文印老伯伯 吴文印老伯伯 吴文印伯伯今年91岁 他是福建莆田人 青年军两栋武师615师的少尉军官 在部队的时候历任宪兵的排连营长 宪兵部参谋 军职外调后 担任仁二主任 现任中国青年军协会的副理事长 吴伯伯请就座 接下来我们请潘长发老伯伯 潘长发老伯伯今年91岁 他是安徽六安人 也是青年军独立六三两团的青年军上兵 潘北北民国33年加入了青年军远征军 国共内战期间旅战旅败中奋斗不屑 民国84年凭自己一己之力 在凤山建立了全台第一座凤山抗战纪念碑 在国泰路与南京路口的三角地带 树立了一体两面的七七抗战纪念碑 以及台湾光复50周年纪念碑 以告知世人莫忘日本人侵略中国的 及统治台湾的血腥一夜 潘北北请就座 接下来我们请何志从贝贝 何贝贝今年95岁 是河南郑州人 抗战的时候 他是第十九集团军 直属第一旅的少校参谋官 民国二十九年入伍 在西安湖中南将军的战干团 第四团第五期 时担任战干团上校教官 他参加过安徽蒙城 富阳林泉等战役 他到现在搭着大腿上 还有一个被炮弹炸过的一个大坑吧 接下来我们请 姚辉姚伯伯 姚辉姚辉今年九十二岁 他是四川人 抗战的时候 他是夏市 他参加过缅印远征军新军三十师 夏市炮手 参加过缅北作战的巴默南侃等战役 也参加过缅匪四平街等战役 我们现在请台上所有领纪念状的伯伯 我们一起来合影 一起来合影好不好 我们也请部长 武士文部长上来 跟大家一起合影 等一下 比如长 声音 中海躺起雷霧 这是德民的光谱 主力寻管车几遍多放松 与北戳奔斗的先鸿 大高血路因他被雅破 一凝中起着手 向前行 路不远 我要尽 尽爱尽身 尽必须拥手 哎呀 无效尽身 哎呀 无效尽身 台上的老兵请回座 洪主席以及部长请留步 大家慢一点没有关系 因为抗战的老兵今年都已经高瘦九十几岁 接下来我们请黄金华杯杯 黄金华今年九十八岁 他是福建安息人 黄杯杯请上台 黄杯杯 抗战的时候 他是第一洞洞军七十五师的中卫连长 民国三十二年毕业以后 即投入长沙第二次会战 后于江西 黎川 福建一带切兵 转调到一两邀军三两五师连长 到看仗胜利结束 好 黄杯杯请就座 黄杯杯请就座 就座 接下来我们请郑国定郑伯伯伯伯伯ため 今年九十二岁 他是湖北殷山人 抗战的时候 他是第五战区 俄东兵进军补冲兵第八支队的文殊官 郑伯伯也是一位有名的书法家 现任湖北同乡会的理事长 郑伯伯请就座 郑伯伯请就座 接下来我们请韩世忠伯伯 韩伯伯今年93岁 韩世忠伯伯 工作人员我们扶一下 韩伯伯是陕西华南人 他抗战的时候是陕西省西安空军 的电台通讯机务室 他在空军通校政科班第四起毕业以后 就到美国通信军官班训练 美军七星山的电台 历任机务员等职他全家的三兄弟都投身军礼 响应抗战 他的精神非常值得敬佩 我们韩伯伯伯那么 aman 小美军 伯伯伯伯 Spre RED 我们韩伯伯请就座 接下来我们请李永鹤伯伯 李伯伯 李伯伯今年92岁 李伯伯 我們接下來請 李永鶴伯伯沒有來 我們接下來請 艷少舞伯伯 艷少舞伯伯在不在場 艷少舞伯伯是在場聯授最高 他今年108歲 我們再熱烈掌聲 他是民國前兩年 抗戰的時候是七十一軍 八十八十兩六棟步兵團的陸軍下士 看到艷伯伯身體仍然健朗 我們祝福艷伯伯 好艷伯伯請回就座 艷伯伯請就座 接下來我們請李國民伯伯 李伯伯 李伯伯 李伯伯請上台 李伯伯 李伯伯在抗戰的時候 曾隨軍參加過無數的戰役 現在在榮家安養 大大叫 李伯伯 李 комп 好李伯伯請就座 接下来我们请陈吉生伯伯 陈吉生伯伯 陈伯伯今年94岁 是江西省高安县人 陈伯伯 陈伯伯今年已经94岁 陈伯伯在抗战的时候 他是陆军中士 随着国军征战各地 他为国为民牺牲的精神 令人感佩 现在也在荣家安养 我们恭喜台上这六位 伯伯我们现在一起合照 伯伯我们也请五部长上来 一边三位 总主席中间 主席在中间 主席部长一边三位 这边再来一位 这边再来一位 好 好 我们谢谢台上所有的 抗战老兵 谢谢你们 请回座 大家慢慢的不急 慢慢的 小心 工作人员 我们也再一次热烈掌声 谢谢这六位 抗战的老兵 为国为民牺牲的奉献 接下来我们要请李孝翔伯 李孝翔伯伯 李伯伯今年九十五岁 是福建省长乐县人 主席请留 李伯伯 李伯伯在抗战的时候 是第六军八三九十两栋七团的 陆军上兵 李伯伯乐天之命 为人爽朗 抗战的时候也随军参加过各项的战役 我们也祝福李伯伯 李伯伯请就座 接下来我们请义志诚伯伯 义伯伯 义伯伯今年九十七岁 是湖南省长沙县人 他在抗战的时候 是宪兵二灵团 两栋团的陆军上市 义伯伯在抗战时间 曾随军参加过多次的战役 抗战结束后 既结甲归田 现在荣家安养 欢迎 胡小姐生 我们谢谢义伯伯 义伯伯请就座 请坐一下 接下来我们请欧阳志鹏伯伯 欧阳伯伯今年九十二岁 义伯伯伯伯伯 сх�县人 沙 nick 欧阳伯伯今年九十二岁 抗战的时候曾征战各地 参加过大小无数的战役 最后以陆军上市退伍 现在也在荣家安养 我们请欧阳贝贝就座 接下来我们邀请高丰贝贝 高丰贝贝 高丰贝贝是民国12年生 今年也96岁 95岁了 他是厦门人 抗战的时候他是军委会 调查统计局的 军委会东风一期毕业的高财生 他在31年军委会东风一期毕业以后 就投入了抗战的战争的行列 我们谢谢高伯伯 高伯伯请就座 接下来请何穆超伯伯 何伯伯今年94岁 他是西康丹巴人 抗战的时候担任西康省 八安县通信电台的台长 担任过西安电台台台长 指挥同志负责对日军兵力部署动态 进行情报收集 承报军统局 重庆总局运用 继绩效卓著作 何伯伯伯请就座 接下来我们请 严以勤将军 严以勤将军 严将军今年93岁 是福建省林森县人 军委会电讯班 中尉 他的陆军官要20期 陆院12期 美国海外情报班 少将处长退役 民国32年投入抗战 抗战的行列 从事电讯兼听收发 也授命美方情资交流 我们谢谢严伯伯 严伯伯请就座 请就座 接下来我们请 吴嘉玲伯伯 吴伯伯 吴伯伯今年96岁 是福建南安人 抗战的时候 他是担任军委会统计局 中卫区队长 中义救国军第二支队 第五队一区队的区队长 也担任过中美围头电台排长 日军占据浙江温州 舟山福建地区时候 他实施侦查及突击的任务 以游击队的方式来袭击日军 臣服日军300多人 好我们谢谢吴伯伯 请吴伯伯就座 接下来我们请 钱宏李伯伯 钱伯伯今年97岁 好 钱伯伯是轮椅 我们请主席 请主席到台下来资政纪念牌 钱伯伯今年97岁 他是 就在 我们欢迎钱伯伯 钱伯伯是综艺同志会的优秀干部 我们也谢谢台上八位伯伯 对我们国家的贡献 我们现在一起来合照 请八位伯伯一起来合照 也请吴部长上台 来 站这边 站这边 好 站一下 露脸 每个人露脸 后面还有一个伯伯 还有一个伯伯 伯伯一下 站这边 好 到这边 到这边 与伯伯说 奔斗的先锋 好 工作人员可以 好了 向前行 路不远 莫要尽 心爱今生 继续拥手 哀愿不笑今生 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 谢谢这八位伯伯对我们国家的贡献 我们知道现场还有很多位 临时来的抗战老兵代表 抗战老兵代表 譬如说王博信老伯伯 他也是曾经担任过抗战的老兵 可是因为他今天临时来 我们来不及做纪念状 我们事后再补给他 我们再一次热烈的谢谢 我们现场所有的抗战老兵 对我们国家的贡献 大大血如银河飞亚破云中 继续手 向前行 路不远 莫要尽 心爱今生 继续拥手 欢迎不笑今生 欢迎不笑今生 主席请回座 接下来 虽然抗战距今已经八十周年了 可是我们现场的很多位老伯伯 还记得当年抗战的军歌 我们今天请陶氏军 陶伯伯以及王博信 王伯伯两位 来回忆一下当年的军歌 带领着我们大家一起唱 现场的老兵们 如果说你们也会唱 也请跟着大家一起唱 由于他们的军歌 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的半唱带 所以他们两位要轻唱 好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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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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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博信 destination已经97岁 他是山东省济南县人 抗战时候29军 腰三两师 27旅第679团 第三营上尉连长 这最后是以上校退伍 现在我们没有桌子,我们先唱军歌 我唱《保卫黄河》 陶军北北唱《保卫黄河》 下面都在听了 你看下面都听到了,有 有声音吗 有,有,有 各位先进,我是陶军君,今年九十九岁 我是河南人,河南就是黄河南抗战的时候 然后,黄河对抗战有重大贡献 第一个,黄河决堤厌死很多日本人 阻止日本人不能前进 第二个,日本要搭同清寒县 因为他不能过黄河 七年之久 日本人不能过黄河 所以黄河对抗战有贡献 我唱一个《保卫黄河》 风在吼,马在吊 黄河在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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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西山高万丈高 河东河北高两十六万 山床庄 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沙当里 有一件日常银行 转起了土墙、洋墙 魁组的大道长毛 保卫家乡 保卫黄河 保卫华北 保卫全中国 好棒 我不唱歌 我不唱歌 我的歌太多 龙武桥 战卫兵 我十七岁 再加上这个八十年呢 我就九十七岁了 九十七岁 我不服老 老了 我不服老 老子啊老 老万根 夫婿啊老 上针我全啊平 马和刀 非事的老旺 不服老 胸中逃了 织木我高 小小的折扣 和苏刀 管教它 试一试 老旺内的 就有八十一斤 黄浦刀 这个黄浦刀 刀出销 才出了老 最我恨人放销 三军 三军 与余 与余的你就 满开刀 好 好 好 回一回 利息的人 嘛 那些小儿 尔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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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ient 尚尔草 尔草 顧尔草 icle 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 谢谢陶伯伯以及王伯伯 两位回座 两位老伯伯唱完了军歌以后 我想我们的情绪也非常的高昂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 黄埔的校歌以及中华民国颂 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请到陆军官校校友会的北区联谊会 来带领大家一起来唱 黄埔校歌以及中华民国颂 现场的所有人员请起立 黄埔的校歌 黄埔的校歌以及中华民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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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海的桃园 一眼看不忘 喜马拉雅山 风风相连到天边 孤身河仙仙 在这里建家园 风吹雨大舟 送礼五千年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请得起考验 请想要黄色和长江的水不断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千秋万世 直到永远 千海的桃园 一眼看不忘 喜马拉雅山 风风相连到天边 孤身河仙仙 在这里建家园 风吹雨大舟 送礼五千年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千军得起考验 只要黄色和长江的水不断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千秋万世 直到永远 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请五部长 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呼口号 中华民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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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万万岁 请大家留在原地 欣赏这部真相的影片 谢谢大家 接下来这个影片很精彩 请大家继续在这个 留在原地 中华民国万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